你知道为什么银眼的剑一直用不完吗 银眼原名克林克巴顿 是电影里初代复仇指的成员 也是神盾局的特工 而银眼作为一个没有超能力的普通人 之所以能够加入复联 靠的就是他那百步穿扬的弓箭术 他是复联中的神射手 也是世界上一只最强的弓箭手 他在战斗中最常使用的就是弓箭 可是每次战斗银眼都只是背着一捆剑而已 但却能给人一种 他的剑一直都用不完的感觉 那么为什么银眼的剑总是用不完呢 这一点从电影复仇指联盟一和复仇指联盟二里的细节里就可以得知 在复联一里 当美队和雷神在交流时 可以看到身后的银眼正在回收已经射出去的箭矢 后来他被其他日的大军包围时 则是从一名小兵上拔出箭矢 切换箭头之后逃脱了围剿 除了回收箭头重复使用之外 银眼还给他的装备做了许多升级 比如在复联二里 他就在小腿处安装了箭袋 从而增加了箭矢的数量 而这些安装在小腿处的箭 是一种由新型材料制成的可伸缩箭杆 而且除了百步穿扬的弓箭术之外 银眼还是一个徒手格斗的专家 在漫画的设定里 银眼曾专门向美队学习了各种格斗技巧 在美队三里 银眼还可以将他的弓变成武器 与身穿正经战役的黑豹战斗 并且打得有来有回 到了复联寺里 银眼化身成为了一名囊人 舍弃了他之前使用的弓箭 将武器换成了一把武士刀